謝謝大家溫馨 謝謝大家溫馨 低調宣宣台北市議會 新黨台北市議員潘懷宗 和辦公室主任陳玉台 涉嫌貪污詐領公費助理薪資 15號地院判決結果出爐 6名被告全數認罪 潘懷宗以4個貪污罪 遭判5年緩刑 監禁調查潘懷宗辦公室主任 將自家中表店員工 掛名議員辦公室內充當助理 並請令公費薪資 多達3名人頭在過去12年間 一邊在服務處上班 一邊又在中表店工作 陸續擔任公費助理 炸領金額高達333萬元 潘懷宗不僅當庭認罪 主動繳回款項 更祭出哀兵策略 自爆罹患攝護腺癌 需要接受化療 請求給予自新的機會 犯後態度良好 潘懷宗因此獲得清判 我絕對願意推薦任何 中華民國國營企業的產品 身見議員教授 廣播主持人廣告代言接不完 沒想到在台北市議員選舉 完成五連霸後 卻爆出涉嫌炸領助理費 雖然獲得清判緩刑 但清新良好的學者形象 已經造成巨大傷害 三星宣問問王燕婷 台北報導